第二十八题,如右图,应用各种简单机械,使同一物体禁止不动,无计摩擦力及神众,则F1、F2、F3三粒的大小顺序为何。 我们看到我们的F1这边是个轮轴,视力在轴上,所以它是一个废力的工具,所以我们的F1会大于W。 那我们的F2是在斜面上,它是个省力的工具,所以我们的F2会小于W。 那么我们的F3是一个定滑轮,定滑轮不省力也不费力,所以我们的F3会等于W。 所以我们排出次序,我们最大就是我们的F1,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F3,最小的是我们的F2,所以是F1大于F3大于F2。 因此第二十八题问我们说,则F1、F2、F3三粒的大小顺序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B,F1大于F3大于F2。